今天邓律师要给我们解说 美国宪法在民权保护 以及刑事辩护方面的法律知识 那么首先要请教邓律师的 是在美国刑事刑法 还有民事法最大区别在哪里 对 刑法牵涉了民众的自由 如果是被定罪会被判劳刑的 当然民事案件里面的话 它牵涉了金钱这方面的 同时的指控人的话 在起诉人是政府代表民众的 一般的民事案件的话 是双方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来的 刑事案件的矩阵责任比较高 八九成以上被告是有罪的 一般的话就是说民事案子 这50%加一就可以了 同时一个被告要对定罪的话 陪审团要一致通过才能够定罪 听来有点像无罪推定论 那您可不可以针对这个概念 给我们做一些解释 对 美国宪法的保证 任何一个民众在被定罪和认罪之前 他都是清白的 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 他是个嫌犯不是个凶手 因为他还没有认罪 并且的话他可以得到保证 因为他还是没有罪 所以你有钱的话 可以再投保证金 以后再等候期间 在家里面住 我不能在牢里面待着 是 这让我想到 有些电影情节 或者有部分人是认为说 其实有些案件 他的被告是有罪的 只是他请罪了律师 所以他就开罪了 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 当然了 一个案子的被判 无罪并不等于 他就清白的 举证的责任是在 检察官这边去 有请对律师的话 就是正是警察里面的话 没有足够的证据 或者是警察有做错事情 将他证据排除出去的话 这种情形常常会发生 是 那么另外我们晓得 好像也不可以侵犯到 民众的权利 宪法权利 对不对 那我们比较常会碰到的 有哪一些内容呢 对第四周证案保证的话 就是说民众有可以烧查的权利 警察不能随便烧查民宅 另外一方面的话 警察的话 有必须要将民众的话 提供两个权利 一个保持沉默的权利 一个是聘请律师的权利 是 那如果说万一 这个执法人员 他真的不小心 或者是有意的 他触犯到的 这个民众的宪法权利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案子 就有可能会被撤销 对 因为美国的话 它有个独树之国 如果是这个案件里边的话 就是说因为警察财政 违宪违规侵犯的民权 他可以透过律师 可以透过排除动议 将这些证据里边 作为非法证据 为上述买下伏笔 是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先暂时告一个段落 那么在下个礼拜呢 我们会继续请邓宏邓律师 来针对我们这个主题 来再为我们做一些解说 谢谢您 谢谢 我们谢谢观众朋友们 您的收看 邓宏律师事务所 阵容强大的专业团队 为您全力以赴 据理力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